唉 怎么了 宝妮 在纠结啥呢 这不是怕胖吗 夏天都快到了 我的肉都快藏不住了 真的是要管住嘴呀 嗯 真的啊 选的食物很重要的 哎 你想不想知道 哪些营养素 可以让我们的身材变得美呢 哎呀 大家都想知道啊 赶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今天给大家介绍 三类营养素 可以帮助改善机体代谢 促进脂肪的燃烧 吃对了自然保持好身材 第一类呢 是B族维生素 维生素B1 肩负着促进糖类代谢的重要任务 每天督促着 干糖的消耗和利用 维生素B2 肩负着安排 体内各种代谢酶 帮助燃消脂肪 消化吸收营养 使身体脂肪转化为能量 消耗掉 避免脂肪的堆积 维生素B12的促进代谢 让脂肪燃烧得更快 热量利用率更高 可以说啊 B族维生素被称作是能量的马达 要维持机体的正常代谢 就必须摄入充足的B族维生素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只能在人体内停留几个小时 需要每日的定量补充 第二类矿物质是钙核心 钙在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里提到 大多数研究认为 钙与肥胖有关 低钙能够增加脂肪存储和减少脂肪分解 钙能够抑制脂肪的合成 体内的钙充足 在我们的肠胃中能够与食物中的脂肪酸胆固醇结合 阻断肠道对脂肪的吸收 此外钙质还能够帮助我们强健骨骼 吸引式体内多种酶的组成部分或激活剂 通过影响胰岛素合成储存而影响糖代谢 当体内心不足时 会造成胰岛素分泌变缓 血糖居高不下的状况 导致过剩的糖分转化为脂肪 在我们体内堆积 还有一种营养素备受推崇 就是苹果多酚 苹果多酚是提取自青苹果的生物活性物质 是一种水溶性抗氧化剂 支持体重管理 皮肤护理 口腔护理 被称作是可以口服的化妆品 苹果多酚通过两个方面发挥减脂的作用 首先是抑制肝脏中合成脂肪的脂肪酸合成酶 使燃烧脂肪酸的酶活性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苹果多酚还可以减少内脏脂肪 提高脂肪代谢 这可能跟它的阻断移脂肪酶的作用有关 移脂肪酶是一种分解干油三脂脂肪所需的特殊酶 阻断移脂肪酶可以减缓肠道对干油三脂的吸收 使部分脂肪随食物残渣一起排出体外 以上三种营养素不仅对大体重人士友好 对于正常体重的人士维持健康状况也是非常重要哦 你去哪里啊宝妮 我去补充苹果多分啊